三一八太陽花學運滿十週年 經濟民主聯合智庫邀集超過三十個公民團體 共同响應 舉行十週年紀念晚會 日前獲得無罪判決的布農族獵人王光璐 也現身晚會現場 而經濟民主聯合智庫召集員 賴中強律師也表示 太陽花運動看似讓許多年輕人投入政壇 但也指出有更多青年進入社區 原鄉部落從地方開始關心公共事務 太陽花運動提供了很多年輕人 對社會的關心 對公共事務的參與 很多人他們其實並沒有進入政治 而是進入了很多的社福環境 很多的地方的社造機器 去推動各方面的改革 學運過後激發國內青年關注社會時事 也在數位發展蓬勃的助力之下 打開了更多的對話空間 原民千年也表示族群議題也時常成為討論焦點 而台灣多元族群的聲音也在學運過後 有了更多的火花 在這個運動過程中它其實打開了更多對話的空間 然後讓更多人的聲音都可以出來 不管是原型或者是其他在這個社會上的各個群體 其實都更有機會去重新思考說 我們應該怎樣去有機會去講出自己的聲音 下一個時間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培養比我們更年輕的弟弟妹妹 然後一起來關心關於原住民族的公共事務 然後一起來參與在其中 原住民的議題不是只是原住民的事情 我們真的需要花更多的力氣 讓主流社會一起參與進來 然後我們共同推動 過了十年學運的浪潮退去 但民主的聯漪仍繼續影響著新世代 原青也期盼後浪推前浪 讓更多人關心公共事務 相互理解與認識 繼續建構多元包容的台灣社會 原則新聞趕著我們要趕快台北市城部報導